那千天新人有沒有 公司有沒有一些規定啊 禁愛令 當然這個是必然的啊 然後外面 要不能打電話 Sandy姐姐做了什麼 你就做什麼 她懷孕了 還沒啦 喂 沒有一次一個緋聞 然後她結婚了 然後她懷孕了 她明年要當媽媽了 一切都under control 都是在她人生的計畫當中 我生命當中 唯一不照著我計畫走的 就是露西派 對 不行 我一定得要這樣做 代表是一個文化的這個 範轉中 是 鬼扯一下 接個話 那唯一的不信中的大姓就是 露西派 她姓陸 而我姓我 要抱歉你夢醒 愛不成功 我會準備 A Thousand Girls 和你的畫面在路 躲著A Thousand Girls 你這麼會記憶 你的手就像一臉 可怕記憶就在動了 別想淘汰 A Thousand Girls A Thousand Girls 我想聽媽媽這麼說 好 是不是有很多感動 來 來 寶貝寶 我等 那個媽媽可以放心 我們家女兒 比你們家還多 好不好 所以我就是多了一個女兒 就這樣而已 好嗎 現在新人有沒有 公司有沒有一些規定 比如說有 盡愛令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必然的 好 然後外面 紀讀 Sandy姐姐做了什麼 你就做什麼 關於她 還沒啊 喂 喂 喂 我還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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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個小小女兒 對憲哥的角度來講 是這樣 就我們關愛她 她 她將來也會談戀愛 她將來也會 有她的婚姻 點點滴滴 Sandy姐姐入行多久 差不多十多 十多 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差不多十年左右 她 沒有任何的緋聞 進入到藝能界裡面 拿了三四五座金鐘獎 最 史上最年輕的主持人 金鐘獎主持人 然後 她 幫幫幫 沒有一次 一個緋聞 然後她結婚了 然後她懷孕了 她明年要當媽媽了 一切都 Under control 都是在她 人生的計畫當中 我生命當中 唯一不照著我計畫走的 就是路西派 不行 我一定得要這樣做 代表是一個文化的這個翻轉中 是 鬼扯一下 接個話 那唯一的不信中的大姓就是 路西派 她姓路 而我姓我 所以 我這個計畫已經很久了 計畫很久 所以這一切都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 跟著Sandy解釋 Sandy做什麼 你做什麼 不可以 不可以有緋聞 你要不檢點 你要做什麼 對 我是非常嚴格的 是 我必須要先跟你講清楚 這樣的一個狀態 是 好嗎 Sandy解釋 然後 她做什麼 你看她有沒有到夜店 在那裡混 沒有 好嗎 你可以 因為你的歌是在夜店 對那是我主場 是 所以她要十年之後才能練 我 小十年了 我慢慢看 我慢慢看 你說要給你看過 你會給憲哥看嗎 如果真的 只要有交往什麼的話 當然是N年後再說 現在講這個 有點太早 現在是衝刺中啊 對對對 等到將來有男朋友或什麼 我 我 應該要 你爸爸的身分 稍微過濾一下 我會的 憲哥剛剛不是說 剛剛說到大巨蛋開到別人 才會生來的 真的啊 什麼時候 我現在等大巨蛋好啊 明天啊 啊全世界有哪一個 哪一個智障 智障的地方 一個巨蛋搞成這樣 不是很多人要搶地 對啊 我第一個是最合理的啊 對啊 那最關心大巨蛋的 又發展的也是我啊